我们在这儿来保护人们 我相信 我虽然是非中文化 我不能喝 但谁能喝 判断判断 交通部今天在广会提倡 2020年交通法令修正案一读 当中就针对两个部分进行修正 也就是加重鲁莽危险酒加毒驾 导致他人死亡和受伤的刑罚 可是部长 假设我今天小酌之后 在半路停车休息的话 这样算犯法吗 你听部长多么细心的 为大家设想好各种蒙骗过关的理由 不过魏家祥还是要语重心长地提醒各位 但喝酒后带走到车 那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而是一个重点的重点 非常严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